中华文化一彩分成 欢迎大家来到兰州大学文化课堂 今天就让同学们跟着老师的步伐 一起来走进简纸的精彩世界吧 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讲解 一,简纸是什么 二,简纸的形式 三,简纸的历史 以及最后一个部分,简纸的内容以及含义 首先来看下面这两张图片 这是两幅窗花 我们通常可以把它们贴在窗户上 起到装饰美化的作用 右边的这张图片呢 是老师自己的作品 牡丹花开,寓意着富贵繁荣 那什么是简纸呢? 简纸是一种民间艺术 我们用剪刀或刻刀把图案剪出来 用来装饰我们的日常生活 简纸可以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 和民族活动相结合 比如说下面这两张图片就反映了少数民族的生活 人从火盆上跨过 寓意着消邪去灾 简纸的材料只能指纸吗? 其实不是的 我们还可以使用其他的 比如说第一张图片中的金箔 第二张是皮影戏 我们可以在皮革上进行创作 第三张是丝绸 以及最后 这是什么呢? 这张图片是树叶 我们也可以在树叶上进行创作 我们刚刚看的简纸作品 大部分都使用的是红色的简纸 其实还可以使用其他颜色 只是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会选用红色 这是为什么呢? 这跟我古代农业社会有关系 中国古代引农立国 人们跟踪土地 因此太阳的作用就十分的重要 太阳是火红的 人们崇拜太阳 将红色视作是希望和生命的象征 简纸形式多样 不仅有双喜字 有放置于礼物上 起到装饰匠的礼花 有在鞋垫上 用作装饰文样的鞋花 还有在祭祀的过程中 用于装饰的斗香花 关于简纸的起源与发展 我们说 简纸起源于古代祖先的崇拜活动 先人们不仅崇拜自然 崇拜原始图等 他们崇拜一些其他的事物 总而言之 简纸起源于古代祖先的崇拜活动 最早的简纸作品 是出土于新疆的五福藤花简纸 而关于简纸的描述 早在木兰词中就已经有了对简纸的描述 最近贴花光 说的是古代妇女们简春伟业的图案 是云脸部 起到装饰美化的作用 在距今约三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人们已经会用很拔的材料进行剪刻 到了距今约一千四百年前的唐代 简纸艺术与其他的文件艺术相结合 比如说可以和自修作品相结合 在距今约一千年前的宋代 出现了简纸艺人 出现了皮影戏 此时简纸的文样 还可以用于陶瓷上用作装饰 在明清时期 简纸艺术达到了顶峰 我们不仅可以在上面上 见到简纸的文样 我们不仅可以在赐修符案上 在分采文式上见到简纸 关于简纸的内容以及含义 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事物 都可以成为简纸的主要题材 比如说像牲畜 水果以及鱼类等等 鸡因为和吉祥的吉读音相近 所以我们可以用鸡来代表吉祥 十六多子呢 可以象征子孙后代的凡胜 而鱼类的鱼和圣鱼的鱼 读音相近 我们可以用鱼来代表财富的圣鱼 简纸图案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 象征性的图案 比如说代表长寿的鹤 象征着吉祥的鹿 以及象征着爱情的鸳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鸳鸯是一种专情的鸟 一生中只有一个配偶 因此古人喜欢用鸳鸯来象征爱情的忠贞 在简纸图案中 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孩童的形象 古人常用莲子 以及葫芦子 来代表子孙后代的心霸 因为这两种植物 它们的果实都是非常多的 牡丹是花中之王 寓意着繁荣昌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有两种非常神奇的动物 特别是龙和凤 在封建文化中 龙象征着权力 以及力量 而凤凰是白鸟之王 寓意着美丽 智慧以及吉祥 中国成语中 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说法 代表了先人们 对子孙后代的阴险期望 下面就请同学们 跟着老师的步伐 一起来制作三瓣花吧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张正方形的纸 然后在那对折 呈现长方形 再将长方形对折 找到终点 之后我们需要将180度的平角 分成三部分 因为我们要剪的是三瓣花 我们要剪几瓣花 就需要将平角分成几部分 然后再沿着虚线部分进行折叠 最后在纸上是以文释 画上图案 然后当剪刀剪出来 展开之后 得到的就是一朵美丽的三瓣花了 今天的作业就是 请同学们按照老师上课 讲述的方法 自己刻下剪出一朵美丽的六瓣花 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